提醒大家 这些都是假的 我和超前部署绝对没有LINE清楚 也不会加你的LINE账号 请提高解决 避免上当哦 大家要知道说 今年他发现金鼓励是不失愿 对 那我们知道很多高股洗衣TF 在年底的时候会准备换股 那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当1600的时候 被列在高洗衣TF当中 那他股价现在来到1000块的时候 会不会也在高洗衣TF当中 大家好 我是燕丽 欢迎收看超前部署 今天探讨两个议题 大家都很喜欢的00878 只有可能改月配咯 那么00878 大家是不是还要再加码继续存呢 第二个议题是 星象五年涨五倍 谁会是下一档的星象 马上欢迎今天的大来宾是 理财作家国海老牛 老牛你好 燕丽姐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老牛去加拿大自助旅行一个月 很开心哦 然后其实呢 在自助旅行的过程当中 同时也看盘 也加码了一档好股票 最近这档好股票呢 被大家高度的热烈讨论 因为事实上呢 它的股价也跌升了 就是中猪 所以呢我想请教一下老牛 就是中猪呢 目前的股价到底是 昙花一现 还是极有可能是展开了V转 首先先谢谢燕丽姐 还有超前部署这个节目的邀请 因为在前一次播出的时候 我有跟投资人分享到中猪这一档股票 然后呢很多投资人都在下面 在讨论这一家公司 那由于呢中猪它的股价 从我讲了之后 股价一直往下跌 所以大家也开始对这档 有开始有一些讨论度 那今天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说 中猪的股价近期有出现反弹 那我也想跟投资人分享一下 当时候我怎么去找这一档个股 那因为我们知道说 投资最重要的是 这本书叫做霍华马克思 他告诉我们 我们在市场选股票的时候 一定要挑有备错误定价的 也就是说这一家公司 他目前的内在价值 是靠于他外在股价的 所以其实我们那时候在看的时候 中猪就是属于这一档这种个股 所以这边跟投资人先分享一下 这边这一个图叫做本益比河流图 那也就代表说这一档个股 它的本益比的趋势的表现 那我特别呢 把它近五年的一个 本益比的河流图把它找出来 我们可以看到 它在三个时间点 它的本益比都掉到大概八倍左右 包括了2020年疫情的时候 再来是2022年 这个我们知道是空头的时候 再来就是今年有出现本益比 大概在八倍左右 八到十二倍的附近 那我在看这一档股票的时候 第一个当然你要好好的去了解这一家公司 那之前在节目上面 也跟大家分享过 他有哪些利空的因素 包括了他在中国的市场 因为中国市场成长趋环 对成长趋环嘛 再来呢 其实上一次节目没有提到的 就是他要进行现金增资 那大家知道在节目播出的时候 他现金增资也结束了 那不晓得燕丽姐有没有参加他的抽签 没有 因为我是台积电的拥护者 好 那没有参加没关系 我有参加抽签 结果 没有中签 太可惜了 那没关系 那我们可以来看 这一档个股 它现在的本益比到底是不是合理的 你可以看到 它在股价本益比高的时候 我们不会去买这一档股票 因为认为他的股价被高估了 所以当时候他的股价最高是来到 两百八十几块 那基本上我们属于这种价值型的投资 我们不会买在这种股价相对的高点 我们一定是挑 他在相对的低点去做买进 所以我自己比较喜欢的 我们可以看到 刚刚有提到三个时间点 八到十二倍的时间 大概在2020年 2022年跟2024年 这几个时间点 所以他掉到十二倍的以下的 本益比掉到十二倍以下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会开始进场来做观察 陆陆续续做买进 那其实大家都知道说 中租这一档个股 它是属于租赁股 也是属于这种类金融股 它是有一定价值存在的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会采取一种叫做 越跌越买的 买出一条微效曲线的方式 好 那我们可以看下一张图 那为什么中租它最近 这个股价突然的反弹上来的 那这边跟投资人分享 刚刚有提到中国市场 它出现衰退的情况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到中国市场 中国的人行 使出了三招救市 下了三招猛要 包括它要拼经济 还要救房市 跟这个文股市 所以在这一段时间 我们看到说 中国的股市猛力的往上摊 对 其实我们礼拜一 露营的当下 泰国大跌 不过入国还是持续的大涨 而且其实仔细去看一下 不只是拼经济 旧房市 文股市 如果认真去研究的话 大概有十七道的政策 我姑且把它形容为 是十七道金牌 看得出来他们其实这个 就是使出了全身的一些力气 对 因为大家都知道说 现在中国的市场 它是真的比较弱 另外呢 我们也要注意到 我们看到它的救市措施 都是属于比较中长期的 一个效果 那我们也希望投资人 在这个时候 先定下来 虽然说看到中国股市 涨成这样 但是呢 也要再静下来 看一下 因为它这种属于 比较利率政策 是属于中长期的政策 还是要停看听一下 是否它现在短期 是不是又涨多了 的风险 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 可以再回到 中租这一档股票 当时候我自己在看的时候 当然我们用它的预估获利 来做一个评估它的本益笔的位阶在那里 所以这边我们先跟大家分享 中租它公布了在2024年前八月的获利是九点六四元 将近一个股本 所以我们可以预期 它今年的获利 应该也是会超过一个部分 毕竟前八月都已经赚到将近一个股本 接下来剩下四个月的时间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那它在前八月缴出了 这个EPS成长率是-5%的一个表现 代表说我们有提到它 这个中国市场的获利 相对来的比较弱一点 但是呢 现在法人预估 它今年是会跟去年赚的差不多 都在15块左右 15块左右 那如果用15块来计算的话 它现在本益笔大概在10.8倍 就是你刚刚的历史河流图里头 就本益笔河流图里头 其实算是相对低的一个位阶 对 我们那时候在看的时候 其实它就已经是属于相对低的位阶 所以我们认为说 在这个位阶呢 它应该不会再跌太多 想不到讲了之后还是跌了一大段 因为主要还是有 这个现金增值的一个因素 那资深的投资人应该都知道 只要公司宣布现金增值 那代表短期它的股价 就会往下走 靠近现金增值价 那现在呢 现金增值这个短期的因素已经结束了 所以我们再来 我们会再来看说 这家公司的获利表现会是怎么样 应该就会回到它的基本面的表现 那再来呢 我们可以来看 如果是法人预估2025跟2026 我们可以看到可以分别赚进17跟大概19块 那如果以这样子来看的话 它的本益比现在也是才8倍 8.7倍 10倍左右而已 那我认为也是算 在一个长期安全的一个地方 那当然还是要跟大家提到 我们还是在投资个股的时候 还是要去注意 这一家公司 它的一个获利的表现 是否如我们预期的状况一样 那接着呢 我们可以看到说 现在接下来已经10月了嘛 10月的时候 公司也会开始举行法术会 这个时候公司对于第四季 还有明年的展望就特别重要 所以到那个时候 请投资人再好好再看一下 中租它的一个法术会的情况 好所以基本上老牛还是看好中租未来的一个基本面 只是说因为其实这一波中租的股价 其实它是从高点283块钱 最低是跌到134 我们录影当下这一天呢 它其实收平台 然后价位是在163.5 所以我想直接问一下老牛 就是有机会股价再回到200块钱以上吗 因为你说再回到283 再创历史新高 我觉得这个挑战其实有一点高的 可是呢回到200块以上的几率高不高啊 这一点因为股价是这个波动的嘛 那我只能跟投资人说 我目前还是持有的 而且刚刚有提到现金增资 我还是有去认购的 所以它之后的股价会怎么样 我们不敢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预测 但只能说在录影的时候 我还是持有的 而且之前在节目有分享过 它是算我前几大持股的 那后来还有再做加码 所以这个部位呢 我认为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所以其实老牛的意思是说 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了啦 但是呢 究竟这一段的获利有多甜 可能我们还是要看一下法说会 公司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 对未来景气的一些评估等等 对不对 对 好那再来就是呢 另外一档老牛的核心持股 新项 然后特别呢 要请老牛来帮大家解析一下 因为呢我们在上个礼拜邀请了周冠海老师来上节目之后 因为周老师是在0050成立的那一天 就持有0050到现在 是大赚了600%以上 那网络上就引起热烈的讨论啊 有人说 那不如去存台积电啊 存台积电赚的还比较多 不过基本上是不同的金融商品 然后一个是个股 然后一个是ETF 当然也会有人说 那就买新项就好了啦 新项五年 500%耶 那个0050呢 要600%还要20几年耶 所以不知道老牛怎么样看 就是有关0050跟台积电 跟新项之间的大战呢 其实这件事情 我在我的粉专上面 也有跟大家做分享 就有关你投资台积电 跟台湾50的一个看法比较 那先跟大家分享 的确这个台积电跟新项 还有台湾50 我目前都是持有的 那这边还是要跟投资人 先分享一下 他们近五年的表现 我们可以看到台积电 它这个近五年的总报酬率 是300多% 325% 它年化是来到33% 那新项呢 它是来到529% 年化是44% 那相较于台湾50是166% 然后它的这个年化是21% 但是呢 大家要知道说 的确我们在看近五年的时候 的确是来得比较短一点 所以要拉大时间 那另外呢 台积电 新项都是属于个股的部分 那个股当然有一些风险存在 跟刚前面的中柱一样 包括它产业的风险 大家要知道说台积电 它当时候 最在之前呢 它高点是688元 然后在2022年 那时候跌跌跌 跌到370元 股价也差不多接近夭债 那时候大家也在想说 到底台积电要不要该 该不该存 那今年台积电的股价还在 600块 年初的时候 对年初的时候 很多投资人都 或者是很多朋友都说 投资财金 哇现在600块太高了 700块也太高了 800块太高了 最后现在来到1000块 左右 那是不是还是太高呢 我建议大家 还是再回去看一下 这公司的获利状况 另外它除了这个产业的风险 还有市场的风险 那还会呢 如果你是买卖个股的话 在买卖的时间点 该怎么样去做决定 其实也是该好好做功课的 因为台积电刚刚有提到 600块太贵了 很多人都不敢买 结果涨到1000块 那现在又该不该进场 又更犹豫了 那星象呢 在之前来这个 燕丽节的节目的时候 也有跟大家分享过 星象 那时候有提到说 除全息的时候 是一个好的时机 所以它现在从 1600块 那除息之后 最低是来到六字头 不晓得大家在那时候 有没有加码 那我自己呢 没有在600多的时候加码 我自己是买在700多 然后在出国的时候 又再补了一点点 买在800多块 那露营的时候 它已经接近 又回到四位数 那这个时候 可不可以进场 请大家还是再 好好评估一下 你的意思是说 星象已经太贵了嘛 可是其实前几天 公司的高层又出来 欣欣喊花 说明年会有一些 新的收获 新的展获 包括欧美市场 会有一些成长等等 对 的确我们可以看到说 星象它法术会有 跟投资人报告好消息 对 第一个它今年 它今年为什么会从 涨到1600 主要是因为它拿到 欧洲的一个认证 欧洲市场认证 然后在前阵子的 法术会的时候 又跟投资人说 它又准备拿到 英国市场的认证 那这个时候又刺激股价 往上往上走 那还是跟大家分享 台积电 星象 台湾50 目前我都是持有的 所以也没有打算 目前短时间 也没有打算要买 所以我们就看它后市 会怎么样走 那我可以插嘴问一个问题吗 既然三档你都有 哪一档你买的比较多一点 就绝对金额来说 好 就绝对金额来说 是中间这一档 星象 所以表示其实你有 特别看好星象 星象我们研究的 比较深一点 那台积电我们 我有在脸书上面 跟投资人分享 台积电跟台湾50 我是准备买给 我的小朋友的 就是把小孩子存股 对 小孩子还很小吗 现在十岁 对 所以我目前还是做 定期定额 当然台积电 我们是采 大跌的时候来做加码 剩下的时候 我们就定期定额 去做买进 我们看年化波动度好了 其实0050的波动度 应该是三档里头 波动度最低的 虽然他也有25% 25%的波动度不算低 但毕竟台积电跟星象的波动度 都将近是四成 我觉得这样波动度更高 所以这也就是回归到 刚刚老牛说的 其实我觉得股票市场很美好 但重点是你有没有能力驾驭它 台积电涨到1000块的时候 大家觉得好便宜 可是跌到400的时候你嫌贵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还是要看你对这个产业是不是能够有十足的一个把握度 那另外呢 比如说像这个年化报酬率 当然就如果看过去五年的话 当然星象会远胜于台积电 但不知道未来五年星象的成长度会不会高于台积电 虽然说星象现在公司是说预期 经典可能会赚三十元 那你如果对照他目前的股价来说 本益比体确是有点高 但是你如果反过来 你再去多看2025 2026的一个表现的话 我相信这个星象他的成长率应该是不错的 另外可以再跟大家补充星象的一个重点 其实在星象初全息完之后 有很多投资人来问我说 当时候他跌到六百多七百多能不能买 我跟投资人分享一下 大家要知道说星象今年他发现金鼓励是五十元 那我们知道很多高股息一TF 在年底的时候会准备换股 那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当一千六的时候被列在高息一TF当中 那他股价现在来到一千块的时候 会不会也在高息一TF当中 有可能会被这种高息一TF给纳进来 那就有筹码之力的加持 可能那个股价还有机会再往上 好所以如果真的不知道到底是要选星象 还是选台积电 那就跟老牛一样 通通都买了 便宜的时候买 便宜的时候 你的意思是说现在已经不算特别便宜 对不算特别便宜 合理价算在合理价 台积电你觉得是合理价不便宜了吗 对 你觉得不便宜了吗 对 好你的答案是yes不便宜 好那星象你也觉得是合理价不便宜了吗 我觉得涨蛮多的啦 我们就看有没有拉回 当然我刚刚有跟投资人分享 我是买在七字头 除选习完之后 我有买在七字头跟八字头 那我也希望它再跌回去八字头甚至七字头 但现在如果变成四位数的话 那我可能就会稍微再保守一点点 好这样我有理解有听懂了 所以就是星象跌到七字头八字头 我们再来做一个加码 那台积电呢 现在大概是950块 也是要跌回到七字头八字头再加码吗 台积电的话 刚刚有跟投资人分享 我是定期定额 所以现在这个价码 我认为还是合理 长期来说 看它的产业 看它的发展性 都是没有问题的 好所以意思就是 老牛觉得星象有一点点的贵 但是台积电定期定额 目前看起来好像还好啦 对不对 然后0050你也是定期定额吗 好0050这个我们来好好的讲一下 那当然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 这个我们的母校 政大财管系的这个周教授 也有跟投资人分享很多 该如何去买进台湾无事 那我在这边就不献筹了 但是呢 ETF跟个股 它是两种不一样的商品 那刚刚有提到 个股呢 你必须要了解 这家公司的发展潜力 另外 我们在观察 如果这几年来说的话 个股的趋势很明显 就是说涨的时候 就会继续往上涨 跌的时候会顺势的再往下跌 那另外我们就会 请投资人对于个股 你一定要做好 买卖的一个投资策略 的这个打握 那ETF呢 那就是不一样的商品 它就帮你买了 台湾市值最大的50党 帮你分散了风险 另外呢 因为这种市值型的ETF 你比较不需要去担心买卖店 所以就大概有几个策略 一个叫做现在买 一直买 随便买 所以这个台湾50 大概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 就是久自身研就对了 现在买 一直买 随便买 好那我们呢 时间也蛮有限的 赶快进入到 这个子题是我个人 非常非常有兴趣 因为00878呢 目前 基金经营人出来 接受采访的时候 他有特别提到说 很多的投资人敲碗 希望能够从既配席 改成月配席 好那我的疑问是 00878已经受到大家 这么热恋的一个欢迎了 他有必要改成月配吗 他有改成月配的 急迫性跟需求性吗 我不知道老刘怎么样 看这个议题 好 我被这个投资人 很多投资人 也来问我这个问题 那这个时候我先保到 奇谋新闻底下 来看这一则新闻的 一个反应的状况 那这一则新闻底下 大概有三四百则留言 那他也代表散户 某一个角度的看法 那待会我们再跟大家分享 大家散户 对于00878 他要改成既配 既配如果改成月配的看法 那这边我先跟 这个投资们 跟分享另外一个角度 那我自己来看 这个00878呢 我自己会先问三个问题 第一个 00878它是否 这个产品是否还具有竞争力 当然有 对 的确是我们看到 第一个 它目前规模是 大概3300亿元 已经是超过了0056 然后目前是在0050之下 那看起来 依照目前的这个规模的 扩张的程度的话 有机会能够超越0050 那再来我们看到 第二个 这个产品是否有竞争性 我们跟投资人说ETF 它其实有一个 长期投资有一个重点 叫做费用率 那费用率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00878 它算是比较特别 在今年六月的时候 跟投资人说 我们的经理费 保管费要调降 目前是调降到0.28 也是高息ETF当中 费用率相对来的比较低的 所以我们认为 这个产品算是第二个 有竞争性的地方 第三个呢 目前ETF定期定额的户数 它是第一名 00878 这也是我们刚回应说 它这个产品 我们如果是 在看这个产品的时候 阿斯福有竞争力 我们会从这个角度去看 再来第二个角度 我们会看到说 如果依照这个 会不会去排挤到 其他ETF的角度来看 我们先从国泰投信 它自己的角度来看 它目前呢 如果要改成月配的话 它们月配息的 目前是只有这一档 叫做00933B 属于债券型的ETF 那它们自己的确目前还没有推出 这个高股息ETF是月月配 所以的确有转环的空间 但是我们这时候要看一下 市面上市场上 我们如果目前市场上 高息ETF是有高达8档左右 那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改成 从计配改成月配的时候 我们要评估一下 如果说改成月配的时候 是不是跟这些ETF会有冲突到 而且是有一些区隔性 对的确要有一些区隔性 不然我如果贸然的改成月配的时候 其实大家可能对于 如果说有这么多选择的话 我不一定要选择00878 那第三个角度 也是现在非常热门 每一次谈到金融的议题的时候 都会提到它叫做金管会 因为我们知道说最近这个 新兴病的议题很热嘛 那金管会每次都要出来扛这个锅 那我们知道说金管会呢 它其实在这个940之乱之后 它对于高息ETF 尤其是这种月配型的ETF 你如果要做改变的话 可能第一个资料一定要准备重组 第二个一定要把这些内容 为什么我要改从计配改为月配 的这个内容一定要写得非常清楚 所以依照金管会的角度来看 我认为你如果说贸然的 你想要从这个计配改为月配的话 几率会比较低 所以帮大家总结一下 如果老牛自己的看法 我认为00878 它目前很有竞争力 那目前的话也不会 是不会排挤到其他ETF 但是呢 要跟市面上的ETF做评估 最后金管会的态度 也要好好的做考量 所以我自己的态度是认为 00878应该不需要 从计配改为月配 好那我们来揭晓答案 在奇摩新闻上面这一则讨论呢 其实很多散户 他们都还是认为说 目前呢 00878因为其实计配息 其实等一下很快就到了 很快就要再领下一次了 就是三个月其实很快啦 不像大家想的那么慢 如果你是做长期投资 三个月其实很快 所以他三个月领之息 他认为应该是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那再来呢 他们也认为说 原本呢 你如果改为月配息的话 那我的那个会费要 原本是只要收这个40块 然后变成120块 他们对于这样子的 状况也会有点反对 甚至有网友也是写说 如果878改为这个月配息的话 我就不存了 我就不买它了 对 所以其实我的看法 跟散户的看法 两个虽然是不同角度去做切入 但是我们的看法都还是一致的 好 我想经过这样一番热烈的讨论 我觉得国泰投信很聪明啦 应该就不会贸然改成月配 好 所以呢 我想继续请教老牛一个问题 就是说 今年以来 其实不管00878或者是56 这两档比较老牌的高股息ETF 今年来的绩效相较之下 都稍微比较偏弱一点点 因为包括我们节目里头 也跟大家分享过 其实今年以来包括915 918相对突出 所以手上有56跟878的人 是不是要耐住性质 还是如果我有多的闲钱 我再改成别档 你怎么看 好 所以我先在这边先分享一个数据 那因为时间点的关系 我帮投资人整理了 就是近年以来 表现前五号的高息的ETF 另外我也把表现最差的高息ETF 给整理出来 所以如果眼尖的投资人 应该可以看到 前面表现最好的前五名 跟表现最差的前五名 他们有什么不太一样 第一个当然是绩效有不一样 那但是我们看到最前面 你有没有发现到 它的代号都比较前面 包括7字头915 918 但是呢 这个表现比较差的都是 今年才发现 那大家都知道说 今年本来就基期相对比较高 那另外呢 这个表现比较后面的 它的配息 比较没有这么亮眼 所以呢 才会造成说 他们这个今年的一个表现 有这样子的落差 那所以 当然到底要不要换股来存呢 我有自己的角度 来跟大家做分享 现在有很多投资人 都会私讯给老牛 问说 到底哪一档ETF可不可以存 哪一档ETF 0056 它的选股逻辑叫做 我会叫做未来市 就是它要预测 未来一年 股力发的最好的 对 50档 那00878 它叫做用过去市 也就是它把过去三年的 这个殖利率最高的个股 把它做一个统计出来之后 把它们选出来 相较之下 它配息比较稳定 对 所以这样子的状况来说呢 请大家先去了解一下 你存的那一档高习一TF 它的选股逻辑 也就是它的DNA 到底适不适合你 你到底习不喜欢 第二个 它我们知道说 刚刚有提到说 高习一TF 其实在年底的时候 会进行大换股 通常在10月11月的时候 都会去 做一个换股的动作 那请大家再去看一下 选出来的股票 是不是你喜欢的 是不是符合 你所想要的 这些高习的ETF 那第三个 当然我们就要来看 它的配息的满意度 那刚刚有提到 其实表现比较差的 几档高习ETF 今年的配息 好像比较不如预期一点 甚至他们的年化配息率 都来得比较低 主要还是因为 他们发行的时间 比较晚一点 因为都是九字头的 可能是今年或去年 底才发行的 那另外呢 他们的资本利得 会相对来得比较少 所以他们配息会比较保守 那再加上说 今年台股最高点 有来到两万四千点 那现在也是两万三左右 其实都还是来得高点 所以资本利得比较少之外 明年的配息 明年的殖利率 是不是会相对来得比较低一点 所以呢 这也是我们在看的 这三个重点 那当然 005 所以最后呢 配息满意度的话 可以看到 如果是00878 今年的配息是从 0.4 0.51 0.55 那第四季还会再配一次 到时候大家再看一下 它的满意 配息的状况怎么样 那它的年化配息率 会是多少 那在节目播出的当下呢 0056 今年它的配息是 0.7 0.79 1.07 所以我们 在节目播出的时候 大家就会知道 说0056 它的配息 10月的时候会配多少 这个时候你也可以 再来计算一下 它的便宜价 合理价 安贵价 在哪里 就不管是00878 或者是0056 它配息的金额 其实都有在成长 对老牛 你的意思就是 你的结论是 如果手上有56跟878的人 继续存就对了 我的意见 谢谢 谢谢燕丽姐 好 非常谢谢老牛 带来这么丰富的资料 也欢迎观众朋友 留言给我们 听完老牛的意见之后 你认为 0050 星象 台积电 你想存哪一档呢 以及你喜欢 月配息的ETF吗 欢迎大家留言给我 我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喜欢我们今天的分享吗 欢迎按下订阅 点赞 并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 每周的最新影片哦